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熏频道 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解读讲节所写的《与美人听语》 这首词被赞为南宋时期最豁达的一首词 它以语声为线索,抒发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探索这首词中的情感脉络和隐含的思考 一起品味讲节的词作之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与美人听语的深意 感受语声与时光交织的韵味吧 我先读一下诗的原文 少年听语歌楼上 红竹昏罗杖 壮年听语客舟中 江阔云堤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语僧炉下 并以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劫前 点滴到天明 大义是说 少年时候我站在歌楼上听语声 红色的烛光昏暗了薄杀 当时我正年轻有为 坐在客船中听语声 江水辽阔 云滴滴 燕群断断续续地呼啸着西风 而如今 我听语声的地方是僧炉下 我的头发已经布满了银星 悲欢离合 人生中的种种遭遇都是无情的 我站在街前 眼睁睁睁地看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直到天明 这首词通过雨的意向描绘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和情感的变化 开始时 少年时代的主人公站在歌楼上听语 象征着他年轻 充满希望和热情 红竹昏罗杖则给人以浪漫的氛围 暗示着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接着 此人转到壮年时期 主人公坐在客船中听语 江阔云堤 断雁叫西风 表达了他在人生的中途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阅历 对于人生的苦乐悲欢 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 江水辽阔象征着此人眼界的开阔 云滴滴则显露出他在情感上的忧伤和困惑 断雁呼啸西风 暗示着时光流逝 不可逆转的现实 最后 此人将场景转到僧炉下 表达了主人公已经进入晚年阶段的心境 头发已经布满了银星 说明岁月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悲欢离合总无情 说明人生中的喜怒哀乐都是短暂的 无法预测和控制 阶前点滴到天明 描述了主人公在晚年时的宁静和淡定 他看着时间无情的流逝 没有留下太多的牵挂 整首词通过描绘不同阶段的人生和情感变化 表达了生活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 少年时的好情壮志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逐渐被壮年时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所冲淡 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最后当他步入晚年 头发斑白 他对人生的追求和欲望已经逐渐淡化 他接受了生活的无常和无情 安然面对岁月的流逝 这首词以与生为线索 通过场景的转换和描写细腻的情感抒发 展示了人生阶段的变迁和情感的转化 从少年到壮年再到晚年 词人以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情感状态 描绘了人生的起伏和臣服 同时 词人运用江水 云 燕等自然景物的意象 使词中的情感更加深沉和丰富 讲节的与美人听语在南宋词中读书一致 被赞为南宋时期最豁达的一首词 他通过对人生阶段和情感变化的描写 展示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奈 以及对岁月流转的淡然接受 这种活的无常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 壮年时的忧愁和困惑 以及晚年时的淡薄和接受 构成了这首词的情感脉络 词中的语声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元素 雨水的润泽和沉默 与人生经历中的喜怒哀乐相呼应 少年听语 寄托着年轻时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 壮年听语 江阔云堤 断雁叫西风 凸显了人生中的无奈和矛盾 以及时光的流逝 晚年听语 并以星星也 表达了对岁月流转的接受和对生命的淡然态度 此中也隐含着对时光的思考和对人生的领悟 时间的流逝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经历着各种离合悲欢 但这些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无法改变和预测 人生的起伏和变化如同与生 时而激烈 时而柔和 人们只能顺其自然 接受生活的安排 在这首词中 蒋洁以简洁而凝炼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经历的思考和体悟 展示了他对生命的豁达和淡泊态度 此中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华丽的词早 却通过几个简短的场景和意象 勾勒出了一个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图景 正因为如此 有人评价这首词是南宋时期最豁达的一首词 总的来说 蒋洁所写的与美人听语通过描绘不同阶段的人生和情感变化 以与生为象征元素 表达了生活的无常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简洁而凝炼的语言 深刻而豁达的情感 使这首词成为南宋时期一首快制人口的佳作 引发人们对生命和时光的深思